也以為千軍萬馬的大魄力戰鬥場面 只有在好萊塢中才看得到 現在呢 在遊戲中就可以體會這種 一夫當關 萬夫莫敵的豪氣 這款遊戲 赤焰帝國2 就標榜著非常有魄力的戰鬥場面 看著這麼多的敵人要等著我痛載 那我可要大開殺戒囉 韓國NHN公司表示 他們耗時三年開發 標榜能讓玩家體驗千軍萬馬大魄力戰鬥的遊戲 赤焰帝國2 預計將會在2011年的下半年推出 並將在近期內開放封閉測試 這款赤焰帝國2以最新3D引擎開發 以原作系列50年後的時空為背景 華麗的畫面 流暢的動作 以及一個畫面能同時數千個人來撕殺的大魄力場面 讓玩家們在操作英雄角色的同時 更直接算了上百種戰鬥單位 來體驗線上戰略遊戲的樂趣 在遊戲中有人類聯盟 黑暗軍團 以及變異人大軍等三大勢力 玩家透過不斷擴張並擁有自己的地盤 還要生產累積支援 而在戰鬥過程中 也必須部署作戰單位 以及衝攻陷陣奮勇殺敵等 看來在《氣焰帝國2》遊戲中 要當個領導人才真不容易啊